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虽然讲无念 但是这个是指人 他本身他是佛的一个生命 他从空性里面取得到光明 剥叶之光 五大的剥叶 密教里面讲这五大的剥叶 这个时候你身体 你人的身体 地水辅空 空 是 就是宜宙的原来的元素 人本身里面就有的 当你成就以后 你把地水佛空空事 跟宜宙的地水佛空空事相应 你就是本身来讲起来 你就是成就 今天等一下 要跟一个弟子做梯渡 他叫陈天灵 陈天灵 他是这个物理的硕士 现在也是在修博士 他要出家 我这样子认为 出家是人生第一大事业 我常常讲人生第一大事业 没有比这个事业更大的 没有比这个事业更大的 不管你是个人成就 还是成就别人 没有比这个事业更大的 这是永恒的事业 永远的 你出家就是永恒的事业 就是你自己本身追求一种生命最深 这不是做一般的人间事业 人间事业 就是讲起来 他所做的邪问 好像物理来讲 他是物理硕士 其实物理本身来讲起来 就是在妙观察里面用功夫 观察 妙 妙观察 物理知道物的眼里的一种邪问 就是妙观察 那么知道他这个东西的一种作用 成所做 成所做 也是在做这一方面的 但是他现在所要追求的 不只是这个 而是了生死的 对于自己生命本身的妙观察 再从生命的本质里面 去体会这个宇宙的真理 那么这是最伟大的事业 而且是一生的 完全毕生当中 全心全力的投入 才要出家 那么自己本身出家以后 还要去红华 去度众 还要把自己的物境 去告诉大家 这释迦牟尼佛 他讲 这个佛 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晓得 有一个 有人问 有人问一个大和尚 有人问一个大和尚 这个 卢尚愿简 讲这个记深成佛 是有可能吗 大和尚 摆一摆 手 袖子 摆一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说不可能 人家讲说密教啊 讲这个寄生成佛可能吗 他也讲不可能 我很简单讲一个典故 慧中国师对他的事者叫应征 那个事者应征和尚 这个慧中国师 慧中国师的慧三十年 慧中国师他还是已经开悟的 应征还没有开悟 他说你慧奉我三十年 我也要帮你开悟 他就问 他就叫他 应征 应征说 我在这里啊 有什么事啊 他说没事 没事 他就在 他就是在走一走 等一下又叫他 应征 哟 为什么叫我 他说我没叫你啊 他就莫名其妙 一连啊 叫了好几次应征 到最后 这个慧中国师啊 他就叫了 他说佛 布达 叫他布达 佛 这个应征就讲 请问你叫谁啊 请问这个国师啊 你叫谁啊 这慧中国师说 现在除了你在这里还有谁 除了你在这里啊 还有谁 这个应征就怎么打呢 他说 诶 我是应征啊 是你的事责啊 我不是佛祖啊 佛祖不在这里啊 这个 这个慧中啊 国师啊 他就跟应征讲 他说 哎呀 这么多年 你跟我这么多年 那么 你还是在辜负我吗 你还是辜负我 这个应征怎么回答 他说 哎呀 我不会辜负你的 你也不会辜负我 我知道你不会辜负我 我也不会辜负你的 这慧中讲了一句老实话 他讲了一句实话 我听了你的话以后 我知道 你还是辜负我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就是讲 这个应征本身就是佛 但是不可以直接讲的 禅宗啊 禅宗啊 这个禅师啊 本身在指点 所谓 这个直指啊 直指你的心啊 要叫你明心啊 见信啊 直指人心啊 见信成佛 这是直接指的 直接指你就是佛 你到现在还没有悟吗 你还是我的适者应征吗 是这样子的 禅宗啊 可以寄生成佛的 密教也可以讲寄生成佛的 密教怎么讲呢 我们先修行啊 先从这个 四步开始 四步 开始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行步 行步 再来是宜家步 最后是无上步 那么东密啊 这个日本的东密啊 只有四步 行步 宜家步 没有无上步 在西藏啊 就有四步 行步 宜家步 无上步 我讲了 所谓四步啊 佛在天边 所谓行步啊 佛在眼前 所谓宜家步啊 互相感应 但是呢 你还要送他 送佛回去 引接佛来 什么是无上步啊 佛啊 进到你的身体 跟你合一 无二无别 完全没有分别 你行住坐卧 都是佛 这个就是密教的 无上步 到达了 你无二无别 你自己跟佛 已经合一了 这个就是寄生成佛 这就是寄生成佛 我 谢谢大家